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扶香酒了 我是小郑 在和大家分享养花经验的过程中 经常会有花员来问小郑 小郑小郑为什么我盆栽的某种植物 养了好几年也不开花 这是为什么 那今天呢 小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盆栽花卉好几年都不开花的几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养分不足了 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 你买回家的花卉当年开花了 但之后的几年都在养也没有开花 这就很有可能是养分不足造成的 平时养护过程中呢 你只浇水也没有换盆核施肥 那养分不够不能形成花芽 哪怕是开花呢 花朵也会很小很少 这个就是典型的养分不足的原因 那平时养盆栽植物 本身呢这个盆栽养分就是有限的 我们呢需要两年左右就给它换盆一次 增加新的土壤保证肥力 平时除了休眠期 还要注意追肥以保证植树生长的正常需求啊 第二点呢就是偏湿淡肥了 很多朋友在养花的过程中感觉呢 吃肥浇水都是正常的 但植树就是不开花 这很有可能呢就是因为你偏湿淡肥引起的 不知道是什么肥料的 就直接给植物使用了 那最常见的就是妙素了 淡肥呢它是长叶的 开花植物偏湿淡肥就会造成这个植树枝叶 土枣缺少林甲的就很难形成花芽 第三点就是没有经过春花 一些植物想要开花必须要经历过冬季的休眠 低温春花才能在来年形成花芽 正常开花 如果你冬季的养孤温度过高 没有经过休眠也会导致它不开花 那第四点就是没有及时修剪了 很多开花植物都是新枝开花 像最典型的就是茉莉花 如果你对这个植树长时间都不修剪 导致植树脑脑凌乱 脂条通风性也不好 那就很有可能导致它不开花 哪怕是脑脑开出花朵来 开花性也不好 肯定做不到花胎爆棚的状态 所以养护植物还是需要经常修剪的 但是修剪也要选对实际 否则你剪掉的很有可能就是花芽了 典型的就是茶花了 茶花只能在春夏花朵开袋之后给它修剪 它夏天就会开始分化花芽了 那夏秋冬三个季节 你不管什么时候修剪的 都很有可能会剪掉它的花芽 影响它的开花性 那狮子花也是同样的道理 今天关于导致植树不开花